消費稅好像是日本政府一個執政的毒藥一樣 我們看一下就是安倍晉三 可能會在明天要宣布解散國會眾議院來提前大選 目的就是要趕快取得一個選舉 重新國民給予授權 我們看安倍因為這樣子一波一波的這種 不斷的好像消費稅起起伏伏 而他自己的民調也跟著就下滑了 我們首先來看的是日本放送協會 他這個NHK所做的民調 2012年12月那時候安倍剛上任的時候是55% 到了隔一年掉到50% 其實也還過半 到了今年的8月份還有51% 但是在最近這幾天所做的民調 已經跌到44%了 這相較之下其實差距是很大 這樣子的一個民間反應 是不是因為就是民眾對安倍失去信心了 一般來講20%是一個危險的水域 所以過去幾任的政權只做一年了 大概都是跌破20% 然後就充充滿滿的下載 安倍現在還有44% 他自認為還具有一個相當的影響力 所以他急著就說 既然這樣子消費稅不能解決的話 我明天宣布要改選的話 有一個前提條件 就是先把消費稅往後延一年半 往後延一年半 一年半 所以2017年的4月份才來實施 這樣子的話 至少老百姓的心裡會安心了一下 然後我進行改選 進行改選 您知道嗎 現在自民黨跟公民黨 他們是聯合政權 日本的國會裡面 現在有480席 然後改選的話 大概475席 就是少類5席 475席 然後現在的自民黨跟公民黨的 現在他一共有326席 所以全數475席 要過半數的話 是238席 所以他以326席 現在來對比238席的話 就是說他還有88席 可以丟掉 他丟掉的這個比例88席 可是以他現在的政績 只是為了一個消費稅 因為他沒有太大的施政 就是說有一些政策的失誤 這個幾乎都沒有說 造成他很嚴重的影響 譬如包括他前一陣子 兩位大臣下台 或者是有反核的勢力 或者是他的集體自衛權的 一些問題 還有秘密保護法的這些問題 即使反對的勢力這麼大 但是至少這個88席 不會馬上丟掉 所以他的盤算是說 我如果解散國會的話 維持住88席以內不要丟掉的話 我的政權還是穩固的 也就是說如果再往後推的話 他這個人氣如果再往下滑 或者說民間的聲望往下跌 那很可能這樣子的一個領先的席次 其實也可能會產生變化 是沒錯 等你跌到20%以下 再來選舉的時候 那就是一面倒了 非常不利的 一面倒的時候 那對他非常不利 所以他也感受到這一次 特別是眾議員已經兩年了 他的任期是四年 已經超過差不多兩年了 所以大概過了一半 就隨時會有這種解散國會的準備 幾乎國會議員都有這種心理的決定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風險是計算過的